秒开油管配战,就用西部时间,WWW World。 关注NBA的朋友们,大家晚上好。 本赛季东部决赛的抢气大战,将在5月30日,上午8点半开始,由热火队主场,迎战凯尔特人队,西部的勇士,已经在主场,等待他们之间的胜者。 巴特的今日接受了针灸治疗,另外,目前的消息,是斯马特,和罗威,出战成疑,不过,预计他们都会出战。 尽管今日没有比赛,但是,还是有很多场外的热点新闻,值得关注。 一、乐福晒,与詹姆斯关赛合照。 乐福今日更新社媒,晒出他和詹姆斯,在法国度假的动态,其中,有乐福和詹姆斯等人,在法国南斯的合照,也有他们,在巴黎欧冠决赛比赛现场的看台合照。 二、詹姆斯,晒欧冠关赛照。 詹姆斯今日更新社媒,晒出他在巴黎,观看欧冠决赛的现场照。 他写道,过去,我穿着复古球衣,在街角处打球,现在,我穿着定制西装,看起来,像一个老板。 祝,詹姆斯目前持有利物浦2%的股份。 三、威少观赞青少年篮球赛。 今日,威少现身耐克精英青年篮球联赛的比赛现场,观赞他赞助的球队,并且在比赛中,指导了小球员。 四、蹄虎,不愿为胖虎,提供保障合同。 据ESPN记者报道,目前,蹄虎不愿给胖虎,提供一份五年全额保障合同。 蹄虎对老板,会为胖虎,提供一份大合同,但是,不会是全额保障。 祝,此前胖虎曾表示。 谢谢。